本分局日前受理诚心民众招假投资诈骗 以面交新台币290万元给诈骗集团 但诈骗集团实水滋味继续与被害者联系 被害人精绝有益寻求警方协助 本日中午12时双方约定见面交易 本分局事先在现场部署警力 发现秋性监控手驾驶伪造车牌的自小客车 搭载阳性监控手及理性车手到达现场 理性车手下车向被害人还成取款后遭远警逮捕 秋性驾驶见状立即驾车逃逸 于市区闯红灯告诉行驶及冲装远警机车 远警驾车追捕为避免危害用路人安全 故使用警械朝该车轮胎涉及六发制止 随后在中西区永华路与永华一街口 顺利拦下该车 逮捕车上秋性及阳性两名监控手 全案证讯后 依诈骑及洗钱防治法 已请台南地检署侦办 系列